民主党 赌财 政府总预算至今过不了关 关键就卡在行政院 不愿意依法发放原住民禁法补偿6万元 行政院痛骂说这是违宪 还要在业党保证下不为例 张千人齐聚立院门口大声抗议 我们族人听了都非常的生气 什么叫做编列到6万块就是浪费公帕 这是法律规定的 那你们行政单位不应该遵守吗 编证预算真的违宪吗 先看内幕 当初禁法条例在业党立委提出 补偿从3万元提高到5万元 反而是民进党的立委要求提高到6万元 最终朝野表决通过 行政院也没提出复议 不止法条白纸黑字写的一清二楚 更有人翻出总统公告令打脸 上头就写着114年起 每公顷补偿6万元 没想到法案通过了 总统也公告了 行政院却打死不肯依法编列预算 我想这不但公然违法 还是公然违宪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福利 这是你要该赔偿人家 该补偿给人家的 进法补偿6万块是 土地应该有的正义 我们不是期待 因为立法院既然已经三读通过 你行政院如果没有提复议 而且总统也都已经公告 行政院就应该要依法来执行 真正毁限乱政的就是民进党 就连工粮收购价格 立委明明已经决议 从每公斤26元调转5元 但政府也不肯依法编列 基层农民发出怒吼大声抗议 工粮才100多亿而已 他都换不出来 还买一个5G港 民众的肚子都没有温饱 还买5G人做什么 钱都是带他们绿的口袋里面去 根本看不到钱在哪里 当总统亲自公告的法律 行政院如今大声呛瞎 警告在一党瞎不为例 不只是把当初提案的民进党立委 还有总统放在哪里 记者张若慈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